一个星期天 我和陈子彤左右 相约到陈寨花卉市场玩 哇 好可爱 我们走走逛逛 在一家店里 发现了一种神奇的青蛙 它有着五颜六色的彩衣 粉色的 亮蓝色的 好漂亮的青蛙呀 好像青蛙王子 这种是五颜六色 都是天蜗 没有的 这可以给小朋友玩 听了老板的介绍 我和小伙伴们 对这种小彩蛙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决定购买几吃进行研究 我们现在要将我们 买来的小彩蛙放入鱼缸中 看着它们在鱼缸中 游来游去的身影 我们产生了很多疑问 青蛙为什么会是彩色的 难道是有毒的变异物种吗 带着问题 我们上网查阅了资料 知道了这种彩蛙来自非洲 学名非洲爪蝉 是两栖缸 父子蝉科 爪蝉鼠的一种生物 在它的后支三指末端 有明显的爪 故而得名爪蝉 有专家说 这种小彩蛙 是白化的爪蝉经过人工染色得到的 是这样啊 我们明白了原来它们的颜色并不是天生的 于是我们又从网上购买了没有经过染色的白化非洲爪蝉 和之前的小彩蛙们一起饲养观察 非洲爪蝉只是鱼食吗 其他东西呢 带着问题 我们开始了非洲爪蝉的实际研究 我们来到学校的实验菜园里 拔了些铜蒿 用剪刀剪碎了菜叶 把菜叶放入鱼缸内 测试它是否吃青菜 没想到非洲爪蝉利用前肢 不停地将碎叶往嘴里滑了 它没有牙齿 一边吃一边从嘴里往外冒 还吃得津津有味 一副吃货嘴脸可真有意思 三天后 我们又给它喂食了碎面包 经过一天的观察 我们发现爪蝉不怎么吃面包蝉 我们赶紧清洗了鱼缸 之后每隔三天 做一次不同食物的试验 我们找来了火腿肠 弄碎了撒在鱼缸里 发现爪蝉虽然动作很急迫 吃的量却不大 这些是我们从18里壳 捞来了小鱼 我们把小鱼放入小鱼缸 观察到爪蝉很快活地吃了起来 过了一天 我们惊讶地发现 小鱼几乎被它们吃完了 真是一个贪吃鬼 找蝉吃起小虾来 也毫不含糊 有的找蝉在争抢同一只小虾 有的找蝉把自己嘴巴 小不了多少的小虾含在嘴里 与它奋力搏斗 找蝉的最爱是红虫 进食时 尝一次性将几只红虫拨进口中 哪怕红虫逃跑了 也要不断做出往嘴里拨食的动作 很快 它的肚子就鼓了起来 经过不同的实验 我们发现非洲爪蝉 不喜欢吃面包蟹和火腿肠 非常喜欢吃小鱼 小虾 红虫等 这些非洲爪蝉到底是住在水里呢 还是住在这些沙里呢 是我们准备做一个实验 我们首先利用白沙做实验 为了便于观察 我们把白沙特别放进了一个小缸里 把爪蝉放到白沙上 爪蝉很快就跳了出来 我们又用食物诱惑它们 可是红虫吃完之后 它们就又跳了出来 就是不往白沙里面钻 怎么办 我们把白沙直接平铺在缸底 经过两间的观察 它们还是丝毫不往里面钻 难道是沙子的质地太硬 我们决定用河泥来试一试 找谁会不会打洞呢 我决定挖点河泥会去 左右同学从十八里河挖来了河泥 并在家里的阳台上 找了一个最合适的位置 安放了鱼缸 我们还买来了360摄像头 打算对沼蝉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观察 我们选择了四只沼蝉 让左右同学带回家里持续观察 根据经验 我们在鱼缸里放了大量的水 发现由于沼蝉在水中的活动 导致水里浑浊不堪 根本无法观察它是否打洞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水咬出 只留下刚好露出沼蝉后背的水量 然而观察发现它也不往泥里钻 其实不往泥里钻 是不是因为里面的水太多了呢 如果我把水咬出来会不会往泥里钻呢 我们干脆就直接把鱼缸里的水全咬了出来 只留下了湿乎乎的泥 奇迹发生了 晚上沼蝉开始活动 有一只沼蝉在泥水中又爬又拱 终于打了一个洞 钻了进去 紧接着第二只 第三只 第四只沼蝉 都从同一个位置钻进了泥里 我们激动极了 白天沼蝉们都从洞里钻了出来 晚上随着水分的蒸发 泥逐渐缺水 沼蝉们激动起来 它们不断往钢壁上弹起 试图跳出去 离开这个地方 有一只聪明的沼蝉 几步爬到钢边 顺着钢壁上干巴巴的泥土 奋力爬上了钢壁顶端 然后这只勇敢的沼蝉 短暂地休息了一下 纵身一跃 逃离了浴缸 在探究中 我们知道 非洲沼蝉是模式生物 也是实验室的宠儿 英国生物学家约翰·格登 利用沼蝉卵进行细胞重新编程 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奖 随着研究的深入 我们了解到非洲沼蝉 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 在养殖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沼蝉王子身上五彩的颜色 逐渐变淡 变得和白化沼蝉的本色一样 呈现出一种黄色 一些商人为了利益 将沼蝉进行染色 从而加速了它的入侵速度 沼蝉繁殖能力强 常携带一种它自身免疫 却对其他两栖动物 有重大威胁的病菌 胡菌 金蛙是巴拿马的国宝 然而 近年来巴拿马金蛙的数量锐减 原因是一种名为 胡菌病的致命传染病 在金蛙中迅速传播 金蛙成为巴拿马的宾微物种 郑州市民对沼蝉了解多少呢 我们设计了调查问卷 分别来到郑州市地湖和华人外加超市 进行有关沼蝉的寻访调查 我们一共发放了35份调查问卷 通过统计发现有12人见过彩色青蛙 34人不知道彩色青蛙的学名 1人听说过胡菌病 16人认为彩色青蛙可能携带胡菌病 当知道胡菌病对人类无害 只对两栖动物有威胁时 24人认为不可以忽略 6人认为可以忽略 我们向市民发放了不随意养殖 不随意放生非洲找成的倡议书 让我们共同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